他请我去他屋内指导 我本想着让他日后再休 可他却非常地执念 让我教他 情爱之事 这是冥顽不灵 怎么回事啊 大人 是烟雨秀楼那个姑娘 知副相公 咱们线下该如何 知副相公 这堂鼓已经敲了 不升堂 怕是不行了 那就升 我还不信他一个女子 用脑翻天不成 准备吧 是 earthquakes 这婴儿 你看我 什么事 你为什么 给我 起床 怎么办 这都快了 这是什么样子 你们不是什么样子 这都不是什么样子 这是什么样子 没什么样子 那都不错 什么事啊 监污 快点走啦 这怎么办啊 这说什么 放到我温先生 你们现在不会 都让你去是不是 温先生的品费 大家都能知道的 这些人 不是包装的 这么多的 官人 衙门那边 无碗已经告诉我了 我这就准备 去衙门走一趟 要紧吗 不如我回到娘家 让我爹娘想想法子 jean 你爹娘用河层 真正地瞧得上我 每次去张扶 不都是那些个敷衍之词吗 若是这等小事 都要让你回去求援 岂不是笑话 对了 让人把后院收拾个房间出来 知道了 咱怀州城里 谁不知道吴先生的品行啊 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 吴先生来了 堂上这个小娘子 说得信誓代代 都不像是假的 是啊 哪个女子会那明天开玩笑的 吴莲见过知府相公 吴先生来了 你先看看这个 这位令家娘子 说在烟雨绣楼席秀期间 曾遭你监污 可有此事啊 此事 的确是我的过错 这么说 您是否说 您折忍了 烟雨绣楼 以烟雨绣而闻名 每一位 踏入烟雨绣楼的女子 我都会提前告知 所有女子 在这里都能吸得 高超的绣衣 除了烟雨绣 半年前 令家娘子 入了烟雨绣楼 令小娘子 却是好学的 也的确颇有天赋 若不是我早已立了规矩 那烟雨绣 那时 令小娘子在钻烟鸳鸯刺绣 却说迟迟不得要领 三番五次地 请我私下指导秀义 我稀才不忍推举 绣楼里的每一位姑娘 都有专门教导刺绣的绣娘 我应当避险的 鸳鸯来情爱之象征 令小娘子年纪不大 自视不通情爱 难以绣好 那日我从宴会上晚归 在书房外被她拦住 她请我去她屋内指导 我本想着让她日后再绣 可她却非常地执念 让我教她情爱之事 多怪我 那日 宴席上多喝了两杯 她如此这般 我一时 没能退绝 你胡说 什么煎乌啊 这不明摆了吗 这女的为了学到 吴先生不外传的烟雨绣 故意勾引她呗 也就是吴先生人好 要后的是我呀 老板他赶出演义修楼了 对 没什么干这事啊 就是 像吴先生这么发雅高级之人 岂能做出这么不堪之事吗 对啊 对啊 不管怎样 我是男子 我一当为此事负责 我愿意纳他进门 还请知府相公成全 来 有 让一段 让一下 谈案已经明了 既然吴先生人 我绝不答应加他为妾 我宁愿死 也不入他吴家的大门 世人皆知 吴先生秀义高超 我也曾经崇拜他 敬仰他 为了能获得他的认可 我不断拼命练习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所崇敬之人 竟然是这般无耻之徒 他先是以指点修衣之名哄骗我 让我误以为 他是真心想教授我秀衣 才卸下防备 后来 他便以助我进步为由 强行占有了我的身子 又假意让我相信 他是真心爱慕我的 后来我同自己说 也许只是他的意识难以自知 也许他说的并非虚言 我应当相信他 后来我才发现 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谎言 只不过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 禽兽行径罢了 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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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些可有人证物证啊 我就是人证 我就是人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